据英媒独立报报道,最近考古学家挖掘了意大利一个2000多年前据说埋葬,吸血鬼孩子的坟墓,学家们发现尸体们都被牢牢压住,据推测是担心它会死而复生。 另外,意大利罗马的一个研究小组在这个墓穴中挖掘出一具碎儿童的骸骨,并发现这具骸骨的头中放置了一块石头。 专家透露,这是一种古老的葬礼习俗,是因为人们害怕死者会死而复生并传染疾病,给别人而实施的。 据独立报报道,对这具被称为卢尼亚诺吸血鬼的骨骼进行的测试显示,证明无法确定性别的孩子因感染了瘧疾而不幸去世。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埋葬人的方式,感觉着非常怪异。 亚历坊那大学的考古学家大卫索伦教授说,在场的人表示,这块石头是被压在下巴里的,显示出它是故意放在那里的。 在那个墓地里还发现了其他一些奇怪的东西,在这个墓穴的其他地方,发现了另一个孩子的骸骨。 据了解此时只有三岁,被石头覆盖着,据检测发现尸体很可能是在五十净月季爆发时被埋葬的。 调查埋葬尸体的小组认为这样的一种埋葬方式是一种物术,挖掘出的物品包括镀鸭枣和青铜干锅,这些可能是物术道具。 这个目的可能是特意给给患有疾病的儿童的。 一名博士生检查骸骨时透露,在不同的文化里,对待此人的方式是不同的,特别是在故罗马时期。 这可能表明那个世纪的人担心这个死去的人会死里复活并传播疾病给大家。 据悉,中世纪的阻止吸血鬼返回人间的方法,包括用木装穿过心脏再将尸体埋葬。 这种情况在欧洲和英国都有发现,它被认为是一种怪异的葬礼仪式。 人们认为那些危险的死者,比如吸血鬼,很可能会从坟墓里爬出来折磨活着的人。 所以埋葬他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目前在英国只发现了少数这样的墓葬。 2012年在保加利亚,考古学家在保加利亚中部第三个墓穴中,发现了与无数相关的遗孩。 库劳用四个铁夹子绑在地上,燃烧的余劲,被放在他的坟墓上。 据了解,这名三十多岁男子的尸骨,至少已有几个世纪的历史。 专家们认为,他生前曾经历过一种迷信驱动的仪式,以防止他死后成为一具形式走肉。 2014年,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东南的佩玻璃光姑娘中,又发现了这样可怕的坟墓。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